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 我们这个小动物的一个自制 可以做给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去拿它给它玩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一个装饰 然后上面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给它做一个铃铛等等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动物呢做出来也是非常的可爱 希望能够大家也能够喜欢 那我们的这个小的玩偶的话呢 就需要视频当中的这些材料了 需要的就是我们的黑色的一个线 然后呢去给它做出它的眼睛 然后还需要我们的针线 尤其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皮毛的一个白色的线 首先呢是要把它剪裁 剪裁的话呢是要给它剪裁成各种不同那个小的部分 嗯在里面的话呢会用到棉花去给它进行一定的填充 那我们这个小羊驼最后做出来的话也会非常的可爱 首先呢你是要把它的形状给它剪出来 大概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上面是它的一个小的耳朵 然后把它转过来 我们这边是给它剪裁的是两面 然后外面那一面的话呢是带有我们的小的绒绒毛 是向外 我们这边还有做出它的一个小的可爱的一个小的尾巴 也是在这个下面 在下面呢也是要把它放到后面 在这边也是可以给它放进去 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是像这样的一个小的尾巴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在里面也是给它填上一些的填充物 现在我们是可以把它这两个放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固定针先取下来 那我们现在在缝的时候的话呢 也不要把它弄得太大了 然后在这里呢 是把它的眼睛可以给它先做出来 这边呢 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它给它打这个结打错了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 是怎么样去给它取过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这边多余的地方稍微的给它再剪一下 让它能够在取过来的时候更好地给它转 进行转弯 然后把它这边多给它剪几道 这样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比较的好翻了 然后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口子是在最下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小的配件或者是它的小的耳朵都给它消化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小的配件或者是它的小的耳朵都给它消化了 相互叠加的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再放的深一些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可以把它的尾巴去给它加上 然后最后的时候再把它的整个都翻过来了之后 把它的内容给它填好了之后 才可以把它放到里面 然后把它整个的全部都给它封起来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有它的一个小的配件 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 前面是可以做成它的一个小的挂件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它的脖子上给我们的羊驼做一个可爱的小铃铛 在它的旁边呢是可以给它绕一下 都可以把它绕在旁边 那好了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羊驼的小的挂件 或者是小的玩偶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喜欢或者是想要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一个订阅 留言点赞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